Hello,大家好,我是Winsky 非常感谢大家继续收看我的去被验证码的系列课程 今天是我们这门课程的最后一节课 然后我会给大家做一个这门课这十多节课的一个总结 然后我们还是回到我们这个课程第一节课给大家讲的这个课程安排 我会一项一项给大家说我们这门课究竟用这十几节课的时间 究竟给大家讲了一些什么样的知识 在最开始的几节课当中呢 我给大家讲述了一下iOS应用的生命周期 这个是非常重要的一节课 它会告诉大家我们一个iOS的应用 是如何从它开始运行到它结束运行 然后在这个期间都有什么样的一些方法会被调用 然后我们可以在这些方法里面做一些什么样的事情 然后接下来的几节课呢 给大家讲了一下UIWheel的基础 这是非常重要的两节课 也是我们这个UI的开发课程中 我认为最重要的两节课吧 它给大家讲了一下我们这个Wheel Frame的这个概念 然后以及它们是如何被组织在一起的 以及一些它的常用属性 然后再之后我们给大家介绍了一下Wheel Controller的生命周期 UIWheel Controller是我们这个iOS应用每个页面的一个载体 然后如果大家对它没有一个深刻的了解的话 也不可能去编写一个很好的iOS应用 然后整个这些组成了我们这门课的基础部分 然后在下面的几节课呢 就是给大家介绍了一下我们UIWheel的一些 继承自UIWheel的一些常用的UI组件的使用 然后一共给大家讲了四个 分别是UI Button UI ImageWheel 然后UI Text Field 还有一个UI ImageWheel 一共这四个 这是非常基本的四个组件 然后呢 之后又给大家介绍了一些 我们没有讲到的除了这四个组件以外的 其他组件的一些作用 但并没有详细的讲使用方法 然后至于使用方法呢 希望大家可以通过其他途径 然后去自学一下 然后应用部分的最后一节课 给大家介绍了一下 Auto Layout的基础知识 然后Auto Layout是一个非常庞大的一个体系 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完全给大家讲清楚 但是只要你有了一个基本的概念以后呢 就可以通过自学的方法去了解更多的东西 最后一部分 我们就是我们的实践部分 我们用了三节课的时间 带着大家一步一步的实现了一个趣味验证码的 嗯不能算是应用吧 应该算是一个小的需求 然后这三节课当中就是给大家 首先是使用我们之前讲的一些基础知识 还有一些基础空间 搭建好了我们的UI 然后最后又给大家讲了一下 我们这个 嗯 IOS里面动画的一个实践方法 但是只是一个非常基础非常基础的使用 如果大家对动画感兴趣的话呢 也可以自己进行一个更加深入的学习 呃说完这些呢 我想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这节课的中主旨是给大家介绍一下 UI kit的一些基本知识 然后带大家对那个IOS的应用的界面编程有一个非常入门的了解 然后大家有了这个入门的了解以后呢 就可以自己再去进行一些更深入的学习 然后可以去嗯自己做一些实验 然后我还有另外一门课程 是之前已经在麦子学院上面呃已经上线了的 是网易新闻首页的实现 然后这个也是UI kit练习的一门课程 但是它会比我们这门课程更加深入一些 然后会给大家讲解到 UI scroll wheel和UI table wheel 这两个比较高级的UI组件的使用方法 然后讲的也会比较详细 呃然后还会涉及到一些 比如说工程化的开发方法啊 以及我们在开发这个应用的时候 需要注意的一些问题 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再去观看一下 然后做一个进一步的学习 呃OK我们整门课程呢 到这里就完全结束了 非常的感谢大家这么长时间来的支持 然后嗯别的就不多说了 我是Winsky 然后我们以后有机会再见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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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